你今天怎么走 对啊 今天下班早 贝贝 今天还挺早的 正常下班是六点半 不许待会吧 好 好 那里可以坐一下 我今天早上出差那时候超级热 今天是挺热的 出来待一待吧 让她放松一下 你昨天睡觉前还好吗 还好啊 昨天倒头就睡了 对你平时自己有情趣的时候 也是会像昨天那样的 哭吗 那也不是哭了就是一个人呆着 也不愿意怎么说 会啊 我也稍微有一点这种 就是 可能别人问你怎么了 你会永远觉得 懒得解释的感觉 就说你们说了 你也不知道我干嘛跟你说 会有点这样 你就是不知道怎么说的时候 我就不想说 其实我昨天也没有怎么问你 这个时候想说吧 周五 周五啊 周五吧 或周末 今天周几大 接周二 其实周五我可以去接你 这样的话刚好我们可以一起回来 然后 吃饭 聊天 你听我周五个要加班吗 你平时会很常加班吗 七八点才会走 但是 不会说加到什么 十一十二点这种 就是正常就七八点走 我们其实也还好 我们就会在很特定的某一段时间 就疯狂地加班 加到凌晨 你们是项目期就可以了 对对 我们就可能突然间项目多了 然后就突然赶一赶了 或者要赶进度的时候 坐一坐 有时候闲的时候也很闲 你们公司有多少人 我们公司如果加店里面的店员的话 估计也快二十个了吧 我今天要先跟他们生气 然后今天才跟他们打第一通电话 但是你会很情绪化吗 我其实还好 我是那种 我的点很难盖得到 那你会吵架吗 其实我生气 我不会那种 就是突然爆发那种 反而就是不说话 就不说话 对对对 其实还挺可怕的 然后吃完气以后会沟通吗 会 就比如说你看上次 大概是上周吧 可能我来这儿的第三还是第四天 他们因为迟到的事情 就所有人迟到 我就是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情 然后我说要你自己去考虑 该去怎么做这个事情 然后我就一直到今天 我才跟他们通第一通电话 我说在我想清楚之前 我不跟你们说话 那你会看工作进度什么 我会看 然后我会越过他们去跟 该沟通的人去考虑 是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自己有时候 就拧着这股劲 但你脾气也不行 我工作的时候 其实就是 工作跟我现在生活完 就是两个方式 你呢 你脾气看起来还蛮好的 应该什么事情都是 闷在心里那种不讲 不说 不会 我会吵架的 我会吵架的 这假的 想象不到的那种画面 不吵架 为什么不会吵架 你会声音很大吗 你现在喊一声我听见 吵架不在于声音大 在于话说得很不很 也不会说话 就是会生气 生气就会争取 但你是会就是 就这个事情 然后讲理的那种吵 还是就是吵 肯定讲理 要讲清楚这个事情 为什么这样 但是有时候也会耍性子 所以会 要改 小时候更明显 现在会好很多 我们俩都是有这种倔的点 很倔的 就是那个点可能 其他人还蛮能改得到的 感情我现在就不好说了 因为太久没有结束 对我感情的事情 以前谈恋爱会吵架吗 比如说我们说好 下班是吃什么东西的 然后可能因为太累了 或者怎么样 下班就不想动了 叫外卖 然后我就会 觉得计划好的事情 一下被打断了 会因为这种生气 就是生命气 然后那需要 对方去哄你吗 还是什么 需要 就是 就是说感觉好傲娇 但是 心里面还是 自然一个小女生 这样的 会因为这种事情 不高兴吗 会 我都是那个很小很小的生气 就是要闹情绪 那种小孩子 大的方向上就是 我不喜欢别人骗我 就骗我 我觉得我 被我发现我就会很生气 就会戒备心很强 包括像之前我们聊的 就会一直有点防备心 这个其实也不太好 就会拉远 远与人之间的距离吧 所以现在不会那么容易信任别 很难 但其实不好 我之前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我之前是无条件地去信任一个人 然后家里面的人也会跟我说 其实不是这样的 但是我还在想我说 为什么我最近每个人都很可爱 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的优点 那他为什么要来骗我 但是到后面就事实证明 交的学费 都会告诉你 你要小心 那天我们聊到那个蜡烛的事情了吗 蜡烛 其实是因为之前那一段感情的时候 就开始用香薰蜡烛 然后在感情比较甜蜜的时候 就是会点不同味道的 那个味道是到后面已经不太好的时候了 其实上一段感情确实对我影响挺大的 就会很怀疑自己 因为我是被分手的那一方 会觉得自己不好 就是一直反复觉得自己是不是不够优秀 然后脾气不好 然后就是自我怀疑 都会很严重 耿重的形犯 来这里我也稍微有一点 尤其是有一天还没有说到信的时候 我觉得哇 第一天可能大家是一个外在形象 或者说怎么样 就是说了两句话 可能有自己一点 可以讨你一下 然后结果在后面发现 这身上的双天原来更无趣的一个人 就颠在那边躺着 然后你也会有自我怀疑 对 对 但是你现在还在用同样味道香水 你还会时不时想起那种感觉吗 不会想起那种 怎么说呢 用那个味道没关系 只是会记得那个味道是 以前的 一个状况 对 一个状况 它跟听歌是一样的 说你去哪边旅行 然后你听一首歌 你再听到那首歌就会想到当时 我就很怕这个就是味道给你很深的一个影响 然后 不会 那就还好 你怎么样我们才想啊 会不会再来一个新的 那么一丢就有小的危机感 给你们女生都准备了东西 你有打开看见那个吗 准备了吃的 是你喜欢吃的东西 没仔细看 要不然就烧点水啊 给你加点热水 保安备还在吗 在 在楼上 喝点水吧 晚上这样可以喝 刚才她说的这个被分手这个 其实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话题 就是恋爱的时候你有自我怀疑过吗 江老师 好像没有过 太优秀了 说到哪些地方优秀 对 也没说过我不行反正 就是最多训我两句可能 应该还不是不行吧 就还没到这么深刻的反思过自己 他们应该是受过伤 很大的伤 所以才会反思自己的上一段感情 对 你知道我小时候 我曾经有一个朋友 被他女朋友伤的 他自我怀疑到什么程度吗 我都每次我都不忍心讲这个故事 如果有一个朋友 他女朋友挺好的 确实也 有点好看吧 搜搜 一般 但是这个男的就是很爱他 这个女孩会经常性地说 你很土 你很土 诸如此类的话 那会儿我正在和我媳妇谈恋爱呢 我们也在谈恋爱呢 我媳妇来我宿舍找我 我的这个朋友 穿着一点新毛衣 她会特别认真地跟我媳妇说 我这样不土吧 就是当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是满脸喜悦 就是她已经被洗脑洗到了 这种程度 然后后来是 我媳妇就特认真地说 说我特认真地告诉你一件事 你从来就没土过好吗 那是我记得非常非常非常深的故事 所以我现在就跟我周围所有的朋友说 当你发现 如果你交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给你这样的信号的时候 你就要警惕了 你就要明确告他 我不喜欢你这么说 我不知道小朋友 我这么说 这种明确的拒绝对不对 非常对 我们说语言暴力比肢体暴力还要可怕 就所有的语言暴力 它是每一天 它会融入到你的思维里边 会让你产生自我怀疑 自我怀疑过后 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变形 你不敢再去做任何事情 等于是把你这个人完全给你瓦解掉 然后被暴力这个人 他只是渴望得到一句赞美 通过一句赞美我来存活 就我的爱情就是为了一句赞美 但是小鹏那种赞美别人听得很凄凉 是的 我媳妇就赞美了她一句 你一点都不妥 好开心 你知道我们作为旁观者的那种 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就想一脚踹到她头上 告诉她分好吗 贝贝一直就说她被上一段感情伤过 怎么怎么样很不自信 我就不懂为什么 她条件这么好的一个女生 凭什么会被一个男的伤呢 凭什么世界上就只有那个男的了吗 给我自信起来 我气死了 所以我觉得现在 其实有很多人不敢恋爱 可能也是因为过去的那个人 对自己的打击所造成的 但是没关系 可能相信才能让我们走进下一段的爱情 对 我们今天说到的 所谓的幸福的生活 爱情 其实中间一定包括了 说不的部分 我直接要告诉你这部分不可以 这样不可以 我爱你 所以你就可以随便触碰我的红线 这成为习惯之后很可怕